Hello大家好,我是肥猫 今天要介绍大家的是 2020政府安心旅游补助方案 政府发钱怎么可以不去领呢? 担心申请政府补助很麻烦吗? 三分钟快速教你如何申请政府旅游补助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全台有参加活动的旅馆都可以折抵住宿费 每位国民、韩小朋友 于周一至周日不分平日假日 于入住时验证登录 每间房间可现场折抵1000元 每张身份证或健保卡限折抵一次 每一间房间每一晚限用一张卡 可以与三倍券一起用 如于离岛住宿、金门、妈祖、澎湖、琉球、绿岛、蓝鱼等 每卡可多使用一次 必须事先或当场于网路上登录 且住宿的旅馆也必须是有登录的旅馆 首先先上台湾旅宿网 网址如下 或用手机扫描QR Code 选择县市 选择区域 按下Go即可 有显示的饭店即为有登录的饭店 订好旅馆后 须到台湾旅宿网 民众申请入口登录 网址如下 或用手机扫描QR Code 手机扫描进入网页后 点选上传证件或相机拍照 按下拍摄 按下完成 点击下一步进入图片裁切 电脑版的话 须事先拍下自己的身份证 健保卡或驾照 点选上传证件 选好证件照片后 点击下一步 进入图片裁切 不管是手机或电脑 上传至证件需放置于红色框内 完成后点击 确认送出 输入您的姓名并核对身份证字号 再来输入您的手机号码 已供入住时核对使用 确认时会核对登入证件与手机号码 订房时要注意避免使用 Agoda或Balkins等国外订房网站订房 只可以透过观光局核定的旅行社等 国内订房网订房 或直接向有参加本活动的旅宿业者订房 以上就是本集政府安心旅游补助申请教学 如果本节目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按赞或订阅哦 我们下周见